之前在节目里都有一个称呼叫你静哥哥 所以呢现在我想问问唐嫣私下里会怎么称呼你呢 嗯 你怎么称呼静哥哥呢 这个 这个还是 还是就留给我们自己私下里 唐嫣被问罗静有了外遇怎么办 他下意识的回应太真实了 唐嫣和罗静在2011年音隙结缘 自从在16年唐嫣生日那天公布恋情后 两人的感情就备受关注 罗静唐嫣这对夫妻可谓是大家心中的金童玉女 两人自出道以来就有多部合作剧 而且反响均不错 当时大火的克拉恋人 归去来 锦绣未央等剧 在罗静唐嫣两人事业都蒸蒸日上之时 两人于2018年发布手持结婚证的照片 并甜蜜配文新郎是我新娘是我 正式向大众公布结婚喜讯 因为之前的多次甜蜜合作 两人有不少的CP粉 喜讯一间公布就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祝福 此后两人于浪漫之都维也纳举行婚礼 当天唐嫣身着洁白婚纱 头戴皇冠穿过往日倩倩公主的住处 俩人的甜蜜幸福掩盖不住 自从他们结婚之后 就显少有其他不好的传闻 甚至为了不让双方吃醋 唐嫣和罗靖都很少上综艺节目 只是会在拍电视剧的时候接触到男女明星而已 这样互相尊重的相处方式也是让很多人都羡慕了 毕竟娱乐圈中有太多阴系生情的例子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出现 唐嫣罗靖也是做到了极致 但是在唐嫣刚生完孩子 新戏即将播出的这个敏感的时候 罗靖传出了出轨的消息 原因是有人拍到了他和女助理互动的一幕 当时女助理正挽着罗靖的胳膊 还特别温柔的帮他取下头上的发簪 一看就是刚刚收完工拍完戏 所以两个人的状态都是比较放松懒散的 也就自然而然的贴在一起走 这件事情刚刚爆出来的时候 罗靖就用很粗鲁的话辟谣了 随后工作室也转发了 看得出来那只是一场误会 但因为这个误会 罗靖也是十分生气 毕竟他现在只是在认真拍戏而已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新闻 让家人看到了会很揪心 惹搜一出 罗靖本人也是直接爆出粗口否认出轨 随后罗靖方也表示 两人是纯工作关系 请勿造谣 话说罗靖和唐嫣这对可是圈内的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哪里容得下你们这些冥蒙精来凭空捏造 无中生有 一些感悟啊或者是说一些表达自己情绪的一些东西会发在社交媒体上 但现在不怎么发 那是因为其实现在的网络环境大家都知道 就是变得很很很很糟糕 唐嫣官宣怀孕后就逐渐淡出娱乐圈 如今唐嫣重返迎平 状态也好的不行 这时候还是有很很多网友很好奇 罗靖跟唐嫣到底有多甜蜜呢 有次唐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被问到很多关于个人感情的问题 在聊道与罗靖的日常生活时 唐嫣也直言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 其实也没有每天都很甜 这时候主持人追问 如果罗靖有了外遇你会怎么办呢 本以为唐嫣会思考一下才回答问题 没想到他却下意识地回答说 好好表现努力争取 简单的答案也是太真实了 唐嫣你幸福吗 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 唐嫣脸红了 我好少 我第一次谈这种事情 可是大家觉得好吗 对 非常 因为靖姐很喜欢罗靖 然后我也觉得 你值得拥有 希望唐嫣和罗靖两人的感情 会越来越幸福吧 对于这两个人的感情 你有什么看法呢